大家好,我是Carrie,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二手楼盘 大一房单位,室内面积625尺 2009年建议,位置在Burnaby Burnaby的东边,叫做High Gaze Community 这栋楼叫做Espirit 方向,正面面向是东北角 所以看到雪山 前面是Low Rise,开阳的景观 右边有一堆新楼,属于同一个区域 它们是King's Crossing 大家看到这个单位的设计比较特别 一房直出来,旁边没有其他单位的墙壁 所以有两面窗 这是东南方向景观 看出去很漂亮 远一点有Fraser River 我们说是货船 然后擠在山坡,其实是North delta Suri那边,那边的高峰是Suri 最后面看见海 是Boundary Bay 最后面就是美国的雪山 Mount Baker 今天灵见度很高,所有东西都看得很清楚 那这东南面之外 这是东北 然后还有西北面的风景 西北面的面面 还有一个露台可以出去 这个发展商是Bosa 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发展商 当时Unit做好的时候 已经有这些sliding door出来 我们可以出来看一看 这里是露台看出去 主要是看东北和西北的景观 整排雪山有一个backdrop 都很开扬 露台的尺寸方方正正 这些附近有high rise 这边是刚才说了King's Crossing 这边是同一屋运的另一栋楼 其实我们的后面 就是high gate的商场 会和大家去逛逛 high gate的商场有supermarket 有咖啡店有银行 有很多生活设施都很方便 这条是admonds 也不算是最大的路 其实再吵点是King's Ray 就在建造的后方 所以马路声音不会太夸张 Living room可以出来露台 露台可以进入主人房 露台进入这边 就是主人房的space 这边是客厅的门 这边有一幅很大的墙壁 亦有电视位 如果大家想在房间放大电视 这边就可以了 这边的宽度更宽 所以这张是Queen's Size床 如果大家想放King's Size 其实都会放得到 但如果放了King's Size床 又闯了 可能这个櫃就放不了 因为屋主偷了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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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就是东北边的雪山景 尤其是你进入单位之后 你连旁边的楼全都看不到 就是无敌美景 酒廊进入两边就是衣柜 这边是屋主的 屋主就让我说可以展示一下 他把它收拾干净给我们看看 然后呢 衣柜 直通到后面的洗手间 这款其实是我 很喜欢的职 一房职的话 因为主人房进来洗手间 洗手间 另外有一个门 又可以出到客厅 容易一些 access 不用在家里面走路 这边有毛巾位 洗手盘 这个位置都比较阔落 这边是储物空间 也很充足的 储物空间 下面还有柜桶 然后坐姿在这里 这边是淋浴间 浴缸 再加上 shower 有 ring head 这些全部长生 这边都铺了些砖 然后走回这条走廊 出去出去 客饭厅厨房空间 这边有两个closet 这个大一点 就是门口进来的entry closet 这边有衣服和鞋 这边有个小一点的closet 放一些杂物 所以门口一进来 这边就是厨房位 厨房的位置是U-shape 而且我来到厨房的门口 正向方向看出来 都是看整个unit的 面向雪山东北景 大家在这里洗菜 在餐桌上 准备晚饭 午饭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好 先看看U-shape厨房 这是2009年的建议 10年左右有楼零 所以设计方面 相对不太现实 但有个好处 就是它融合雪柜 有大一点空间 通常新楼的雪柜 24寸之余 它是counter size 便会扁一点 这款大家看到 凸了出来的 多一点空间 在里面 24寸雪柜 然后这边是大的 30寸楼头 4个gas楼头 下面都是大焗炉位 然后上面是微波炉 加抽油烟机 一体式 这些全部黑色 都是到顶櫃的空间 我可以一两个 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这边都有 然后这整条都是 这边有磨砂玻璃 可以放一些漂亮的东西 其实它counter top 底是有灯的 这边窄一点 可以用来放一些砧板 或者放一些漂亮的 display 放在茶壶 下面都有空间 这边也有转角的柜桶 可以给大家看看 然后这边就是洗手盆 两个 加上洗碗碟机 在这里 洗手盆下面有空间 那厨房对出去 会是饭厅位置 其实饭厅灯 是安装在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如果是说 想容纳多些人 就是有朋友回来吃饭 其实可以再买一张大些 例如六人桌 都应该可以放到 这边就是洗衣机位 然后来到这里 就进入睡房 接着就是客厅位置 客厅对出这里 还会有一个套进去 好像Nuke这样的地方 现在屋主就把它放在书房位 就是工作 工作 如果大家说 我不需要书桌位 我想要多些储物空间 都可以考虑 这边就整个做柜也可以 然后这边就是客厅位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旧小小的设计 真的宽落一点 09年的建议 一房单位 622尺 刚才客厅位放了大桌 这里是三人沙发 后面还有空间 所以设计空间上 大家会灵活很多 可以多摆些东西 摆个琴 摆一些大些柜 或者沙发等等 按摩椅都一定可以摆到 好 这个单位 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挂牌 挂摆价是$49.9 1月15、16日 2点到4点 星期六日 我们会做Open House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约上来看 要买计 管理费是$236 左右一个月 它是包含了 单位地板 整个房间 都是地板 不是地毯 取暖是用Baseboard 所以大家在家里没有看到这些 它有不同的Baseboard 控制它的温度 Baseboard 是用电的 所以暖气的话 自己要付回电费 然后这个单位同时 也有一个parking 和楼下停车场位置 也有一个locker 我们来到Lobby 这个位置 这个是正门带门口 如果你逛街进来 就是这里进来 其实它挺好的 这里有个drop off area 有个圆环形 真正的parking 就是在后面那边下去的 大家看到这个牌 就是在去parking的位置 这个门口进来之后 这里有个waiting area 这一边就是有个fitness room 现在因为Covid 它关闭了 不是随便可以access 大家可以看一下健身 希望Covid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就是好像那些delivery box 现在越来越多送快递 因为这里是没有concierge 没有人帮你收货 我经常都贴纸在门口 安装了这个 起码有限度 有些可以先放在里面 你自己收到code 再去拿一块地 这里进去就是信箱 然后信箱之后 再进去就是升降机位置 这边就是进去Lobby的门 车位其实就是直出这个 它就是Lumber 50号 我现在拍了我的车 就算再大一点的车 也有足够空间 好了 OK 那我们去看Locker 好 那升降机口 就从那个门出去 那我们走过来T2Leo 就有个Locker Room 一进来 门口第一个就是了 39号 这个就是Locker OK 那我们看完了 我们现在去旁边的Hai Gate商场 跟大家走一转 我们是在Hai Gate 就是为什么叫Hai Gate 有个Morgan 就叫Hai Gate Village 那我们刚才的建筑在哪里呢 在这一栋 这边看过去 最近我们那栋矮一点的 那一栋楼就是我们的 Aspirit South Tower 18楼的方向向后面 所以就没有看回这边 比较忙碌的King's Way 我们后面这一条是King's Way 从那栋楼走过来这边 五分钟都不需要就能走到 很快的 那其实呢 这里就有麦当劳 对面有Burger King 然后已经整个Hai Gate Village 大家看到有Sharper's Drug Mart 有巴士站 这里有两个巴士 挺四通发达的 有巴士线去到Metro Town 也有向New West方向 那晚上也有一辆巴士 是由Downtown 一路经过这里 去Surie Night Bus 这里整个都是Hai Gate的商场 刚刚看到Sharper's Drug Mart 就有个大约房 然后前面Sharper's Drug Mart 就是超级市场 下面也有很多地铺 有Sharper Coffee 有Subway 有银行 还有其他吃东西 买东西的地方 所以这边也挺方便 由这个位置 如果大家要去Metro Town 就向这个方向 向西边 如果大家坐巴士 就大概20分钟 如果开车的话就很快 10分钟不用 8分钟就可以去到 步行距离最近的Skytrain 站 就会去Edmont 走过去大概10分钟 就会走到 14分钟 走过去大约15分钟 就会走到过去 旁边有新楼 没有King Crossing 其实它楼下也有不少地铺 也会有很多食物 也会买 它的北边 走过去是5分钟左右的距离 还有一个Community Center 就是Edmont Community Center 里面有泳池 有网购窗 哇 滑了一滑 白冰 白冰 这些 还有呢 就有 我们现在又 又经过 然后回来 Skytrain 然后很肚饿 然后打算找东西吃 我们之前又住在King Crossing 我经常朋友说 这间Arisu 烤鱼挺好吃的 我们去吃 那栋楼就在这里 对了 过对面马路 来旁边这个新开的商场 就会有食物了 又拍烤肉给大家看 别人以为我们狂烤肉 他说这间好吃 是吧 对了 这个Lito介绍的 不要吃找回它 这个好像很漂亮 对了 进行把楼盘贯彻到底 带大家看看 如果你住这间楼附近有什么吃 你不要拍我 快点选择吃 你会不会饿我 对了 看完楼盘就会饿我了 我们其实呢 今天我们是昨天拍片的 今天呢 都是要过来Metro Town做事 然后呢 就去滑雪 我们已经穿好滑雪装备了 然后穿了雪褂就去滑雪了 但不过呢 我们的伙伴Raymond上了山 他说下雨 可能稍后都会禁止的 OK 现在先吃东西 都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设计 都有这样可以叫的牛肉类 猪肉类 这样 然后有一些任品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不敲就可以分 饭 麵 soup hot pot 和一些appetizer 就是salad 前菜 我现在正在减 可能就是封城 所以可能这一餐是最后一餐 每一餐都当最后一餐吃 对了 你不是跟你说的 不会错 所以你每一餐都会吃很多 对了 没错 我来有一些side dish 对了 其实我每一次都不会用这个筷子 因为我不会拿筷子 去到呢 就是中式的那些木筷子又炸到 这些呢 随着不到 不是太滑太幼 而且是扁的 对了 我每一次都不会用这些筷子 咦 泡菜呢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和你分享一下 我一天煮酸菜 我现在呢 自己做酸菜 那 跟这个不同的 泡菜呢 很多 它加了很多醬料 还有有点辣的 那呢 我现在在家呢 就做酸菜 那不是用这个菜 是用椰菜 一个球 切到一条条很幼的丝 接着呢 放一些盐 放2%的盐 就醃那些菜 接着呢 就放两三个礼拜 它就会变酸的 就是又咸又酸的 我上网看到呢 原来酸菜是很有益的 本身那种菜 的维他命C呢 如果你变成酸菜的时候呢 它的维他命C 会多10倍的 那还有呢 酸菜呢 发酵呢 是有酵素 有些益生菌 就是很好的细菌 那对腸胃好一些 那还有酵素 帮助消化 你已经吃完了 你已经吃完了 刚才我们压叫多了一个 豆腐沙律 好像11元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那个牛肉 然后呢 那个就是猪肉 中间都有一些素菜类 一些菇 那个好像是pumpkin 来的 南瓜来的 牛肉好像挺高质量 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先试一块 那些牛可以了 因为之前呢 我对吃牛呢 有一个误解的 就是觉得 为什么外面吃牛扒 为什么有时候很生 里面有很多血水 很害怕 但是现在我研究过 发现呢 牛肉是不需要那么熟的 因为太熟呢 它会破坏了里面的不饱和脂肪 因为不饱和脂肪 Omega 3 很容易被热 破坏 因为热是很敏感的 为什么人们想熟一点呢 就怕有虫那些 但其实我研究过呢 牛肉呢 如果有寄生虫的话 是会被人体消化的 而猪肉呢 的寄生虫呢 是真的会寄生的 所以猪肉呢 就要熟 牛呢 可以 就是不需要那么熟 反而更加好 最简单直接解决花碎的方法 吃东西 我来吃东西 知道这些人很喜欢看人吃东西 神经病 你没看吗 我包都不看 我从来 不像人看人睡觉 有些网红的都是 看人吃东西 一个人吃面 看他吃完一碗面 现在应该没人看 想不亂说话 很难不亂说话 因为每个人乱说话的定义都不同 你觉得没有乱说话的时候 在别人心中 可能你已经在乱说话 可能 因为我们没有要饭 本身是否跟饭 因为我们没有要饭 你正在拍的 你不是宿舍吗 因为我们没有要饭 我们本身是跟饭 对啊 对啊 我们没有要饭 他要给多了沙律 对啊 吃菜比吃饭 我想你又要不要饭 他会给你 是吗 叫一个short rib 38元 pork belly 21元 差免费 有个豆腐salad 12元 加上就是76.9元 然后给Tips 就90元了 好 这个光影得我肥了 好 漂亮 相机 正在 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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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相机 凌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